今天當中有提到你這次出國是 因為臨時接到通知獲選為 國際重要學術獎項得主 遂應主辦單位邀請商討頒獎日期流程 並且拍攝影片你剛剛也有說 那我想基於國際學術的慣例 所以獲獎者在尚未公佈前 不宜透露消息 不過我們在這裡 還是要先恭喜翁院長 也希望這一個多月來的風波 不會影響到你的獲獎 那我們知道說翁院長 其實你的學術成就在全世界 台灣當然都備受肯定 甚至過往我們都說 台灣最有可能得到下一個 諾貝爾獎的就是您 我想你今天站在這裡 心情確實是很複雜 不過院長 我想有些事情不能說 但有些事情真的是要說清楚 講明白 尤其像今天的事情 不只是影響到您個人的親喻 影響到中研院整體的運作 甚至影響到未來各界學術工作人 是否返台工作的意願 我想這件事情影響的層面 已經置身且距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提出的幾個問題 其實就是台灣社會大眾最想知道的幾個問題 我們很希望翁院長能夠藉著這樣的場合 在這裡再一次為社會大眾做解答 好 第一個問題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其實就是翁院長 您剛剛已經分段有提出 但我想您在這裡可以再做一次說明 也就是你的女兒購買股票 其實相當大的金錢 對台灣社會 一般大眾來說 它高達了9300多萬 這個錢 這個資金 你的女兒 為什麼會有這個資金可以買 為什麼 剛剛問院長雖然有說 這是您的贈語 可是如果不是依據台灣的稅法 而是依據美國的法律的話 其實根據美國贈語稅的規定 在09到12年之間 它的免稅額是13000元 以前年度的免稅額更低 所以以院長夫妻兩人的合計 就算連續捐了40年 總金額也只有100萬美金 大概是台幣3000萬而已 和9300萬其實落差很大 院長你怎麼說 對 這個可能委員 有一個不太了解的地方 美國它是有年度正義 那年度正義 今天是像今年就2萬8 它一直在改變 超過2萬8 你就是要付稅 或者把它放到 終身正義的額度 那終身正義的額度 今年我的了解是 560萬美金 所以它其實跟它 但個人的是分開的 分開的 可以投食並濟 對 所以在這個額度內 就免稅 所以你的額度是在這個額度之內嗎 對 額度還沒有用完喔 院長這裡是國會殿堂喔 你講話要負責任喔 當然當然這個我想在美國的人都知道啦 我記得有一陣子這個 終身的 免費 免稅的額度更高 好像10 million左右 但是一直在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總結一句話就是說 院長你在這裡公開向台灣社會大眾說 你的女兒所購買購買股票的資金 絕對是完全合法的 當然啦 而且是我們給她的 好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請問 如果當初院長你說當初購買股票 是為了要支持乳癌治療性的這個疫苗研發 是為了要支持所以把錢放進去 那為什麼在這段時間內這幾年內 你本來有三千張股票 現在一直賣賣過了超過一千多張的股票呢 這難道不是投資嗎 這難道不是要獲利嗎 對 我想這個可以講是理財分散風險 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當時投資是看好這個嘛 但是你當然也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嘛 我想我們投資都有這種行為 那理財的人都會鼓勵你說分散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先提這兩個問題 因為就是整個社會大眾 其實最想知道的可能不是剛剛院長在談的 這個疫苗啊 口服啊等等這個部分 確實這個事件最關心的社會大眾 就是投資的股民 就是大家知道為什麼只有你們可以賺錢 我們不能賺錢 你是不是有刻意在影響我們 這才是今天社會大眾關注的結果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院長是科學家 一談起這個你的知識以後 哇整個可以講這麼久這麼長 而且這個自信神采完全回復 但我想院長真的要注意 現在社會大眾關心的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特別現在問這兩個問題 讓院長在這裡解釋清楚喔 謝謝 謝謝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想知道的是說 其實大家關注的重點就是你為什麼會在解盲結果出來之前 你賣掉了10張股票 那你剛剛有說這就是一個隨口答應了順應營業員的操作 但我們很想知道院長 你真的是專家 你是全世界公認的專家 那麼以你的專業知識來講 你到底 你到底內心覺得 這個解盲到底是會成功還是不會成功啊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認知呢 那個之前我沒有 完全不知道 因為你是有具有知識 你當然不知道結果如何 可是你的知識 能夠應該可以讓你形成某種心證吧 你大概能夠知道他的方向如何前進不會嗎 我的知識是到動物的這個階段 在動物的階段是非常好 那人體呢 那往後呢 往後就我不知道 臨床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我過去二三十年做的都是基礎研究 但是只能做到動物試驗 在那一些數據是非常好的 那人體試驗就是這個822 Denisiewski有做第一期 第一期 但是他用的人數太少了 二十七八個末期乳癌病人 但是他發表的結果也是非常好 所以你確實你認為說 我是看好 我是看好 你現在又說看好 這個疫苗我本來就看好啊 所以你認為你在這個結果出來之前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就是順應 就像你剛剛一開始在說的 我是基於一個中研院院長 我認為科學是重要的 所以我有責任對全體台灣國民 在任何機會利用任何機會 把這種科普知識交給大家 教育給大家為大眾說明嗎 對這個我是覺得我有責任 因為大家在不了解的狀況 我又是專家 假如我都不講話 我覺得我不負責任 那另外我再講給一個 一群沒有聲音的人聽 就是病人 你要知道那個所謂末期乳癌病人 其實他剩下大概幾個月啦 但是這個臨床試驗持續了四五年 持續了四五年 很多都好好的 所以你是為了讓大家更有信心 不是我讓這些病人不要傷心到說 他用的藥是錯誤的 院長你考量了很多 但是就是沒有考慮到 你今天其實是中研院院士 然後院長同時又具有其他這樣子 後面的關係 你所說的話都會影響到 所以我說道歉 但是在知識的傳遞 我還是覺得有責任 好 那院長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問喔 我們現在你在公開性提早說 你將因為這個事件 所以你將會來這個重新檢討 有關計轉和利益衝突回避規定 以回應社會大眾對中研院的高度期許和期待喔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在過往你尚未擔任院長之前 就立出產業和學術研究間 其實他